我们这一讲题目叫预见世纪大师 第一个故事里边我们预见一盏灯 这盏灯的设计师是韩宁森 第二个故事我们讲的是预见一座城 预见了巴塞罗纳的高低 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世纪大师 是德国著名的工业世纪大师克拉尼 我真的预见了他 我真的去听过他的一些演讲 也是授予非浅 在2009年8月份的时候 他曾经到过青岛 参加过当时的一些讲座 一些活动 我在下面听他演讲的时候 当时主办方给他半个小时 说因为老先生也非常忙 然后让他讲半个小时 结果他一口就讲了一个半小时 当时他已经81岁高龄 我会发现做建筑师 作为设计师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精力非常充沛 而且他们的设计生命 职业生涯都很长 之前我们讲的第一个在项目园的 讲到的赖特 美国建筑大师赖特 活到90岁 他一生有几千件作品 其中有一千件作品 是他最后十年 也就是80岁以后 才去完成的 因此我们会发现 建筑师设计师 他们能够拥抱青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秘诀 就是他能够把灵感 永远这种激情 创造激情 永远和自己的生命 联系在一起 克拉尼也是如此 克拉尼坐在他的讲台上 他不是老老师坐着 我在听他讲说的时候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会一屁股坐在讲台上 然后用手去拨弄周围的话筒 周围的一些小玩意儿 充满了好奇心 我觉得这种天性 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非常必不可少的 克拉尼曾经给我们留下过 很多的一些 非常精彩的一些言论 他曾经说 我所做的无非是模仿自然界 向我们所揭示的种种现实 这句话似乎我们在哪听到过 好像刚才高迪也是那样去做的 我会发现很多建筑师 设计师 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就好像在巴萨罗那 高迪用他对于自然界的这种模仿 去完成了很多杰作一样 克拉尼用他对于自然界的这种认识 进行抽象提炼 反映到工业设计作品上 克拉尼还说 让艺术和技术结合是我的愿望 这就是我成为工业设计师的理由 也就是说他成为工业设计师 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让艺术和技术更好结合 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跟克拉尼的生长环境和学术背景是有关系的 克拉尼1928年的时候出生在德国的柏林 早年是学雕塑的 他在柏林一直是学雕塑方面的一些专业 后来跑到巴黎换了一个专业 学什么 他就学空气动力学去了 似乎我们看上去 这个跳跃好像似乎很大 跨度非常大 但是正是有这样的这种经历 使得他后来可以从事多方面的研究 在1953年他跑到了美国加州 在加州呢 主要负责的是一些新材料的业业研究 那在这个其中呢 又对于仿生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是这样的经历 使得他的设计呢 具有非常强的一种雕塑感 又有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一些特点 我们说使得他跳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功能主义这种圈子 在当时的德国最流行的是什么 是理性主义 是功能化的 是功能决定形式 是按照什么样的功能就要严格按照做出什么样的造型出来 但是克拉尼不是这样子 克拉尼希望通过更自由的造型呢 来增加设计的这种趣味性 因此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大量的非常造型 非常夸张的一些作品 被人称之为叫涉及怪节 因为他跟普通的一些设计大师是不一样 在50年代的时候 他曾经跟很多的公司设计过跑车汽艇 包括做宝马 包括在1959年的时候 他设计了宝马的一辆跑车叫BMW700 也是世界上第一辆单体构造的跑车 到20世纪60年代 他转行去做家具设计 又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后他又设计了大量的运输工具 日常用品和加工电器 设计范围非常广 这是克拉尼设计的交通工具 大家会发现 在这设计当中充满了未来感 科幻感 好像是在科幻电影里边才能够出现的一些场景 在他的设计当中 更多的是追求这种速度感 更多的是追求这种科幻的感觉 使得他的造型 看上去似乎像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 这是他设计的一款飞行器 我们似乎看到 好像是在海里一条硕大的鲨鱼的感觉 他把这种鲨鱼的形态进行提炼 最终完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 让我们看上去 超出了我们对于这种交通工具的这样的一种认识 他还设计过大量的这种家具 在他的座椅设计当中 也有充实着各式各样造型 非常奇特的这种感觉 他对于材料的应用 达到了这种登峰造极的这种境界 因为之前他在美国加州 就专门从事过这方面一些研究 因此他可以把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新的材料 用得非常的炉火春青 在1983年的时候 克拉尼为加能公司设计了一款照相机 在这款照相机上 他别出心裁的 按照人的手的造型 在镜头的右边 设计了一个手持的一个装置 而这个装置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边 大大影响了其他的各种照相机的造型 到今天你会发现单反相机 仍然有采用这样的一些元素 因此这款相机也获得了当年的很多一些奖项 使它获得了巨大的一种国际声誉 这款摄像机它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 运用了人机工程学的一些原理 研究人手持相机的这样的一种动作 把人的手的形态和产品的形态结合在一起 让人感觉到人和相机连接 是一种有机的一种整体 下面给大家看的这张图 是克拉尼为德国的一个钢琴制造商 设计了一款钢琴 你会发现钢琴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我们理解的钢琴似乎是 人会有个座位 然后有一个平的方方正正的一个钢琴 然后来演奏 座位和琴是完全是分开的 但是克拉尼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模式 似乎钢琴像一个外套一样 把座椅放到了钢琴的中间 使得二者能够联系在一起 当你坐在这个钢琴里边 进行演奏的同时 好像钢琴把你抱在怀里一样 它会收到那种心里的那种 温暖的那种感觉 使得钢琴那种角色转变了 传统的钢琴就是一个冷冰的一种工具 但是这个钢琴似乎有感情 它有它的一些具体的形态 通过一个拥抱的一个动作 和演奏者之间 发生了一种非常有机的联系 使得似乎演奏者可以体验到 一种人际融合的一种境界 克拉尼每件作品 似乎都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体一样 生机盎然 它的大量作品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有很多圆形的曲线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 这样的一种造型 克拉尼这么说的 他说我的世界就是圆的 为什么 因为自然界都是圆的 地球是圆的 人类的胚胎也是圆的 各种各样东西 我们会发现 生活当中有很多各种圆形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还要把一个世界 变得有棱有角呢 所以他说 我追求的是伽利略哲学 我认为世界是圆的 伽利略哲学是什么 那我们就说的是 地球沿着一个圆形轨道进行 这种周期性的运转的这样一个哲学 对于设计方法 克拉尼总结的更加简单了 有人经常会 有些年轻人会问他 大师到底怎么做设计 他说 我拿到项目之后 我就尽可能去观察自然 我会发现自然本身的想法是怎样的 我会发现自然界有很多很多想法 他没有无意义答案 通过观察自然 发现了这些想法 把这种选择 这种很多的想法拿出来 最终从里面选择最适合的 最好的答案 在2004年的时候 克拉尼在德国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它是一座小房子 这座小房子面积非常小 是一个占地面积是一个正方形 长六米宽六米 那在这样一个小房子里边 我们说可能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家庭住宅的一个客厅 或者一个餐厅 加在一起这样一个面积 但是在这样一个36平方米的范围内 克拉尼设计了独立的卧室 餐厅 浴室 使得这个房间具备有多种功能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看到它内部的这样的结构图 整个房间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最大的面积是一个圆形的床 仍然是圆形的 以这个床占据了整个房间的最重要的位置 在它旁边一个弧线形所圈出来的 这部分是它的微层间的位置 然后还有单独的沙发 和可以在床边可以休息的两把椅子 所以在这样一个房间里边 尽管空间非常紧凑 但是它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设计 能够传递出更多的信息 能够让人尽可能的 多的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 能够更好的和自然界融为一体 克拉尼在他5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总共设计了两万多件 分割独特的作品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工业设计师 它对它的设计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描述 它说我从来不用电脑进行我的设计 因为电脑这东西是虚无飘飘的 它用什么 它说我用我的大脑的脑随进行设计的 它不是用计算机的一个芯片 因为那是一维的东西 它认为说在没有电脑的古代设计出来的东西 反倒比现在更加灵活 比如说中国古代设计师 设计的青铜的酒杯 就给它很多一些灵感 它说现在设计师可能忘记了 他们祖先在没有电脑情况下 是如何具有那么高的创造力的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应该更好利用大脑 而不是依赖计算机去进行工作 这一点也给我们一些 现在年轻设计师一些启发 另外他还告诫中国的设计师 他说中国设计师应该好好的把祖先的东西 比如说民间手工艺的一些技术 应用到现在设计当中去 他认为中国的工业设计 应该具有更多的更好的发展 克拉尼对中国也亲有独钟 在他八十几岁高龄的时候 经常往返于中国和德国之间 在中国甚至他还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也希望用他自己的一些实践 去教会中国的年轻设计师 怎样去行工作 我们会发现设计师 他们天生敏感 他们善于去利用自然界的一切 他们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大脑 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我认为设计师是一个纯粹的人 是一个能够具有更高品位的人 也能够创造出更多精彩人生的这样一个人 这是一个历史的地图